其实我倒不是不允许他交朋友 我就是觉得要有分寸感 而且适当地保持距离 对 说得好 我其实听到这儿的时候 就跟编导聊 聊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 我就好奇那个熊猫他妈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弄多少采访你们听听 好不好 来 陈生那女朋友 我都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是我一开始 真想跟她好好处 但她就非得把我当仇人 我都不知道我哪得罪她了 就凭我跟陈生那交情 我都不累跟她解释 就我觉得以她那个情商 她根本就理解不了 我现在主要是对 陈生意见真挺大的 我觉得她以前的 背儿笑洒背儿仗义啊 大家都是哥们 现在处得像之后 变得特别的怂 就非得往重色情 那些要倒上走呗 就我现在也没法 给她好脸色看 我觉得就是人家 图人好看呗 可是我觉得陈生长也不顺啊 她又喜欢这样的 我真认识不少这样的女孩 我就可以给她介绍呀 为什么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年轻的说话多欺人 竟然是要帮她介绍别的女生 那不就一说吗 不也没给我介绍了吗 现在 现在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这个想法很严重了已经 你姐妹有男朋友吗 没有 显然是没有 除了这件事 还有别的女生呢 她有一个兼职群 就我说吧 她说的就是不客观 她抹黑我 对 我有个兼职群 然后我那兼职群 我就平常帮同学找个工作啥的 就女性居多吧 我也不收人家什么中介费 可能会时不时的就有一些女同学 对我有一点仰慕或者感谢的感激之情 那你为啥不收他们的钱呢 这不是个买卖吗 我觉得就同学之间混个好人员 你一收钱这兴致就给变了 然后就是有一个女生 我之前给她找过好多份工作 她就说要请我吃顿饭 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给回居 我说没事没事 但人家就是叫过我好多次 你说人家一女生叫我吃饭答谢我 你说我要不去 那我不成给脸不要脸了吗 然后我就给答应了 答应之后这事又让她给知道了 然后她又要跟着我一块去 因为我到了去那之后 她又要弄得特别尴尬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先好奇一下 我是后来 她放我手机 对 我看她手机才发现 然后你说我要去 对 我要去 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 她那个女生朋友 跟我说话也特别不客气 说我老牛吃任草 不是 这事是这样的 就那个小女生叫我吃饭 然后她就跟着去了 然后结果坐那儿 那小女生就问她 姐姐 你是哪个年级的 她就在那跟人家装 她说我早就毕业了 我跟你们这帮小屁孩不一样 结果那小女孩 人家也不是吃素的 谁怕谁呢 那女人就说 那你这不算老牛吃任草吗 她听完她当场就差仙桌了 说什么 你那老牛都不如 你都不配吃草 我说的那个小屁孩 就是觉得她那00后 小孩挺可爱的 也没有什么恶意 你不是00后吗 我是97年的 我00年的 然后她当时也没帮着我说话 帮你说什么呀 那个女生都那么说我了 她应该怼回去 她当时刚一说老牛吃嫩草 我说不是啊 我朋友不是啊 是我追的她 是我喜欢她 我帮你说话了行吗 那你就是潦草地说那么几句 不是你觉得你是老牛吃嫩草吗 我觉得我不是老牛吃嫩草 那不就完了吗 你应该骄傲啊 可是我在意别人怎么评价我 你在意那干嘛呀 我说你不是老牛吃嫩草地说的 我不是不宣了